开箱还是算命啊 大师 我和我老公结婚了好几年 一直没孩子 就想看看 我命中是不是没孩子 你子女宫饱满 儿女双钱 真的吗 那我为什么 一直都没有怀孕啊 老婆 算命的话只能听一半 不然怎么挣我们的钱 你命中缺险注定无子 胡说 我明明有 你是想说明明外面有个小三 给你生了孩子 李富贵 你有小三 我说你天天回到家就很累呢 你这是把子孙都走到外边是不是 他 他胡说的 老婆你听我解释 你个混蛋 你敢不回 你们混蛋 我打死你 这是又要砸盘了 够了 还不是你不能生 不能生的是你啊 你在逼别人养儿子呢 什么 我要跟你离婚 我要让你惊神出国 老婆 老婆 不要啊 老婆 小姑娘 你这毁人姻缘 怕遭天谴呢 你骗我一个事呢 你带一个 我 杰 enormous base 你爬 你跑不掉了 我 我 你 我 我 我 死了 跑哪儿去了 里面的 快把侯爷的小妾交出来 你要舍得了我们侯爷 有你好受的 既然死了 就扔出去吧 这是哪儿 古代 那到天里帮我屁穿越了 这要死 还敢这么嚣张 你快死了 你快死了 你怎么 让我留在你身边 我能救你 人呢 小侯爷 那死丫头 就在这场所了 你个废 赶紧给被侯爷抓过来 是 是 陈王殿下在死 谁敢放肆 陈王 他回来了 被雷匹穿越过来就算了 这圆主的身体还这么弱 你来说说看 你打算如何救死 你找死 帝兄弟兄弟们 却被人下了扶仲 要不是我的话 不出半年 你必死 半年 对 怎么做 现身吗 你要是现身的话 会死得更快 陈王那常年可写的短命 一向不受皇后心 传出去 皇后也是忽众 就算是陈王 也不敢抢别人小妾 赶紧把我女人还给我 你竟然敢动我的小妾 小妾 他也配 就说你这胆识 你归本王护着了 你个贱人 你要不要脸 学长敢扣打别的男人 还不赶紧滚过来 给本侯爷认错 想不想打狗 你不定住 打死了 算狠的 你敢说我是你的小妾 像你这种猥琐至极 硬堂发黑的死鬼像 你以为我看了上眼 你个贱人 你敢打我 找死 不当人 非当个畜生 我打的就是你 你们 动演死家了吗 谁敢动 杀无赦 你给本侯爷等着 我就是饶不了你 陈王已经答应取我 我可是未来的陈王妃 你敢动我 啊 我 王妃 我也是刚知道 陈王又怎么样 一个短命 而不受宠的皇子 这事 我跟你没完 走 陈王妃 老爷 二小姐回来了 还是被陈王送回来的 什么 这养在庄司的剑骨头 怎么就够搭上陈王了 废什么话 赶紧出去迎剑 娘 真是陈王送那剑人回来啊 我明明把他送到 朱小侯爷那了 谁知他怎么勾搭的陈王 果然是个不知羞耻的贱人 叶大人 真是养了个好女儿的 王爷 下官的这个女儿 一直养在庄子 缺乏管教 若有什么地方得罪了王爷 任凭王爷处置 看来是个爹不疼 娘不爱的小丫头 你女儿受伤了 带下去好生照顾吧 是 多谢王爷 娘 这贱人 不会真的抱上陈王了吧 陈王和尚书千金才是一对 怎么可能看得上这乡野村妇 说不定这身伤啊 就是陈王的 那我定要好好教训教训 不然 他定不知天高在哪 王爷 您回京了 交上话太医 去叶家为二小姐诊病 王爷 叶家二小姐是 是本王的未婚妻 背车 本王要入宫 向父皇 求道赐婚圣旨 妹妹守得真高明啊 刚一回来就勾搭上陈王了 你破的 是我破的 怎样啊 你这小贱蹄子 你就敢打我 我可是夜店的敌女 你活得不太烦了 你先动手的 我打你怎么了 这陈王 不管我的伤 直接把我丢到夜店 太不负责任了 口分 说 你为什么和陈王在一起 你猜 妹妹 你该不会遇到流氓了吧 他们破了你的 你别怕 大姐让爹爹给你撑腰 你放心 我比你干净多了 妹妹 这个时候啊 就别逞强了 被人破了身子 可是犹如家门的大事 什么 这应该就是 远主没心没肺的父亲 和纠战雀巢的组 哎呀 女儿啊 都怪娘不好 没有看好你 才害的你呗 这事也毁了我清白 你 谁敢对你的母亲动手 哎 我跟他可没血缘关系啊 别在这儿拍你亲戚 哼 看来在庄子这几年 并没有让你长记性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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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在干什么 华太医 你怎么来了 小女言行无状 我正打算叫醒她一番 我是受陈王之命 来给叶二小姐看病 原来没忘记给我请大夫 加两分 卖下去 就算不死 早已婚 居然还能清醒坐着 受了这么重的伤 你们还只顾着骂 这么严重 受了这么重的伤 居然也没把她弄死 你这几日 一定要寄头卧床休息 嗯 华太医 你最近 是不是实感昏厥 他怎么会知道 胡说什么你 华太医可是一颗圣手 你的意思是 你还给人家看病 闭嘴 叶大人 先出去吧 叶小姐怎么会知道 我最近时常昏厥 你头上 有煞气 我最近的确时常昏厥了 也整不出什么病因 到底是要死了 福利后事都安得好了 我可以救你 你身上有大风骨吗 魅阳除病 散 这 怎么 现在感觉如何 脉象有力 果然不是以前屈服 你之前碰上了一些不干净的东西 现在好了 叶小姐大安 话某明记 有什么需要我做的 叶小姐尽管开口 还真有一件事 华太医 华太医 我这匿女 叶大人 你们叶家 是要上街乞讨 啊 堂堂小姐 居然住在下人的厢房 你就是这么照顾成王的人 过来过来 赶紧去给小姐换住好的别人 再来些不平过来 快去快去 不错 我看你还能嚣张几天 陈王暴力无情是不会喜欢你的 他就是不想让你死这么 等你好了之后再争取 好吵 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被人碰了身 滚出去 叶灵招 我不会放过你的 殿下 陛下还未醒 请稍等片刻 严谦 你可算回来了 皇兄想你想的要紧 皇兄 这多年未见 越发新宽体盘 一回来就紧对皇兄 严谦 你找父皇 是有什么事吗 找父皇赐婚 赐婚 你不是连个母门子都不看吗 哎 被吃野猫碰死 没办法 皇后娘娘驾到 皇帝病重 他这是 不过太子监国多年 继位已定 他又是短命相 不可委屈 陈王 曼儿听说你回京 特意进宫 看望你 曼儿见过太子 见过陈王 元清刚说要求父皇自婚 曼儿就进宫了 看来 你们真是心有灵犀啊 此乎 赐婚给什么 看来 这陈王是遇到了喜欢的不明 那本宫可要给他天天赌了 陛下给曼儿算过了 和陈王很是相配 不如今日就让我们给你赐婚吧 皇后娘娘 儿臣心中之妻已有所属 殿下 陛下答应过曼儿 让曼儿做陈王妃 祖皇 不好了 陈王又出血了 父皇 这老东西 终于要死 我等这一天 等得太久了 富皇 我是阿清 我回来了 父皇 亲爱的 大症有了 苦衷大症 父皇 你先别说话 你轩儿一定会救你的 孙丰 去你爷家二小姐 快 是 自己摔摆 大症有了 叶小姐 王爷请您进阵 陛下 你可千万不能走啊 你还没看到 陈王娶妻呀 孟儿 陛下 这是孟儿 你之前答应 将孟儿许配给陈王 陛下 孟儿求驾陈王 哪怕是冲袭也愿意 滚出去 亲爱 这有附下 我走啊 这 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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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皇 你一定会没事的 什么 这 不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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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上死了 什么 那王爷岂不是也要不行了 这话什么意思 王爷有时体弱 陛下用秘法将十年寿命转给他 后来 王爷发现后 便将换命改成铜响 如果陛下死去 那王爷也 也会一同死去 父皇 陛下 不要留下真切啊 终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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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大招是朕的了 父皇 年轻 我以后 定会护好大舟的 年轻 你怎么了 我没事 我只是有点累了 你真没事吧 父皇刚走 你要是倒下了 我肯定会被安上 残害首足的罪名 太子殿下 你们先下去吧 我想和父皇 单独待会儿 好 那我先接处理 父皇的后事 陛下 父皇 幸好 你还没有给我赐婚 不然她 就成了一个小寡妇 这个小骗子 竟然还说要救我 王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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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卖象全无 这可怎么办呀 我能救她 天地灵气 气脉通天天地灵气 你 生死轮尾 棉纸修缘 报英国 你殉情了 王爷 你醒了 我觉得跟你的契约 真是太亏了 我都没发现 你身上还有同命数 你为我清白 拜托 吃亏的是我好不好 还不快点帮我扶起来 他已经死了 不过 他还不能死得太彻底 你在干什么 父皇刚去 你就在父皇面前 给女人亲亲窝窝窝 这不过是一个宫女罢了 现在偷东西了 我刚才把她打晕了 追风 丢出去 这女人重撞父皇 我倒要看看她到底是谁 皇兄 先皇生前 十分记挂着我的婚事 林曼尔毕竟是上书前进 难道她又反悔想娶她了 原青 婚姻大事不可儿戏 我看你也不是很喜欢林曼尔 可是父皇喜欢呀 那父皇喜欢 娶回去放着 也不是不行 那不行 皇兄也是希望 你找个喜欢的姑娘 对了 先前 你不是还向父皇 讨了赐婚圣旨吗 不过是半路遇到的野丫头 看着有趣 不过这出身嘛 是谁家姑娘 就是叶玄朗 叶主不养在庄子里的二丫头 叶凌章 叶家 门槛那么低 甚好 甚好 你开口求婚 说明你动了取人家的心思 我们皇家一言九点 皇兄 这就去拟址 儿子别动 不然伤口又要离开了 贱人 敢打本猴眼 等我抓到你 一定要把你衣服撕碎 还有那个陈王 竟然敢抢我的人 娘 你一定要替我出手啊 陈王 动不得 但是那个小贱蹄子 敢把你打成这样 我定饶不了他 什么意思 你和他使用了同命秘术 如果他死了 你也会死 给我找一块紫檀木来 正方 是 王爷 归一法族 万物归位 你好像是在财博 你 我将仙帝的最后一丝生机 放在这木雕里面 用来承受同命秘术 不然的话 你可就凉凉了 还可以这样 那是因为姑奶奶厉害 你把他供奉在祖庙里面 时常去拜 说不定仙帝还会显灵呢 当真 你试试不就知道了 你们干什么 你是 小姐 我们是承王殿下派来伺候你的 小姐 这是王爷派来送给您的人参鸡汤 说要给您好好补补 还算有点良心 加两分 回来就给我惹是生非 还差点让小侯爷抬走 当妾不收 你还敢动手打了小侯爷 他想要掳我 我打他有什么错吗 你 你知道小侯爷是什么人吗 太后的心窝子 你居然敢打他 你给叶家惹大麻烦了 是啊 凌昭 这就是你的不对了 以你的身份 给小侯爷当妾 是高攀了 现在 红夫人和侯爷就在前庭 赶紧给我过去 向他们给礼道歉去 二妹妹 这次你死定了 莫担心 红夫人 这就是我那不成妻的二女儿 就是你 打的我的儿子 是我打的 还不赶紧向侯夫人和小侯爷道歉 我怕她折兽 臭丫头 本侯爷肯定带你进侯府 做我的小妾 到时候啊 凌昭 你就从了吧 这能给侯爷当小妾 是你的福气啊 我儿能够看上 是你的造物 有何不乐意的 我说过 她硬堂发黑 一脸死笑 我才不愿意跟一个死人在一起 你 小贱蹄子 敢咒我儿子 我说的都是真的 而且小侯爷看起来 一脸亏空 脚步虚伐 命中缺陷 注定无子啊 夫人 您家要绝后了 你 你 你胡说什么 我今天非要教训教训 你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贱蹄子 你 娘 娘 你 你送了什么 可能是 先是抱吧 你 你好大的胆子 我弄死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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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娘 快救我 救我 儿子 儿子 你 你快把我儿子放下来 还不赶紧放下侯爷 哦 叶连招 你干什么呀 叶连招 谁让你摔了侯爷的 不是你们让我放下来的吗 你 你 你们叶连招 定是要与我定安侯府作对了 来人啊 娘 请我好好教训这个贱人 你们真是要跟我死他到底了 事又如何 叶连招 犯下大错 必须去侯府当面谢罪 有你这么当父亲的吗 明明是他们欺负我 你 今天要是不跟侯夫人走 也下去完了 你们难道不怕陈王怪罪 你当真以为陈王能看上你这小小的树女 不要仗着自己有几分姿色 就以为自己是陈王妃了 我今日 便让我儿要你 看你这破了身子的贱蹄子 陈王还要不要 臭丫子 今天啊 谁都救不了你 我乖乖回去 做小妾吧 到时候 我把你衣服扒掉 很容易容易容易你哦 叶灵昭 你完蛋了 正直到 奉天承运 皇帝诏曰 金官汉灵院 叶玄朗次女 叶灵昭 温婉贤淑 特许镇右帝陈王为陈王妃 择日完婚 亲死 什么 这不可能 没想到陈王居然当真了 也好 有了婚约跟她接触也方便 等我灵气恢复 再退婚也不迟 叶儿小姐 接纸吧 你个贱人 真的派赴了陈王 要不要脸啊 小妾嘴巴放干净点 我现在可是陈王妃 敢对本王妃不敬 是不是把皇室放在眼里啊 算你走运 但是你们叶家 与定安侯府的梁子 算是结效 走 侯夫人 侯夫人 逆女 今日我叶家 彻底得罪定安侯府了 我就不应该接你回来 父亲大人 你别忘了 我现在是陈王妃 你居然真的去供应陈王 林昭 我不管你有什么办法 把这婚事给我退了 叶宁昭 不管你有什么办法 把这婚事给我退了 不对 这林昭云跟四皇子有婚约 陈王是四皇子的皇叔 你又成了林昭云的婶婶 这关系可是乱烫了 业者 确实有为伦理 皇家最重规矩 你我是姐妹 怎能嫁给叔侄 既然是圣旨 那就是天意 这说明 我当的精神 娘 娘 父皇 父皇 儿臣就要定亲了 您 同意吧 怎么回事 父皇 您这牌位 是你儿媳妇供奉的 事儿 离我府上又近 您心里 可就偷着乐吧 这也没疯吧 父皇 改日 儿臣 带你儿媳妇来看你 你 妮子 回来 娘 怎么办呀 那叶灵昭 要是真的嫁给陈王 那我 按照她的性子 要是嫁入了皇室 定要骑在我们头上 绝不能让她嫁进去 可是这圣旨都已经下了 只要她坏了名声 这婚事自然作废 丹阳郡主 为先皇举办超金会 她作为陈王妃 理应出席 只要她在超金会上 辱莫先皇 对 上书府的千金 林曼儿也要去 那林曼儿喜欢陈王 肯定也不会放过叶明昭的 小姐 叶家人太过分了 方才奴婢需要晚膳 他们竟然给的是白粥和咸菜 小姐 奴婢去跟管家 要制作新衣的布匹 她就给了这两匹烂布 小姐 要不奴婢去找王爷 不用 不过 我真是得见你们王爷一面 这是你的态度 得补良好 小姐 王爷在守灵 马上就出来了 好 王爷 想我了 你 你干什么 幸福 你碰女人了 你胡说些什么呀 今天林曼儿在宫里甲义摔倒 摔在了本王身子上 你急什么呀 我就是想提醒你 你衣袖上面有和欢伞的味道 好了 你可以走了 小姐 灵符都贴好了 小姐 这些都有什么用呀 布阵 生财 走 捡钱去 去 把这花盆挪开 是 哇 小姐 里面竟然有一只金簪子 收好了 明天换银子 嗯 哇 是 小姐 是只玉琢哎 有人破财了 小姐 明日换了银子 奴婢就去买吃食 小姐也不能一直吃外面的呀 放心 该是我的 就是我的 嗯 你们吃油鸡 给我送咸菜和吐了口水的白粥 二小姐 你可不能随便冤枉人呐 二小姐 总如恶臂打人了 你们在干什么 叶灵昭 你怎可如此客戴下人 他们不把我这个小姐放在眼里 给我送咸菜和白妆 我正好帮你们阵阵加风 你刚回来 他不过是忘了 你跟我说便是 怎能如此打人 就是 你也不怕落个嚣张跋扈的坏名声 我怕什么 我和陈王有婚约 他就喜欢我跋扈的样子 你要不要脸 我们两情相悦 你极端 王爷 咱们要不要过去 不用 他没事就好 走吧 我们去当祖庙 看看父皇 好了 把你们厨房里的好吃的 都给我送进屋里来 这小贱蹄子他还没嫁过去 就这么嚣张 明天便是丹阳郡主的超金会 一定要让他身败名裂 阿弥陀佛 为何先皇灵牌会倒呢 为何先皇的灵牌扶不起来了 先皇牌位扶不起来 你把他供奉在祖庙里面 时常去拜 说不定先帝还会显灵呢 你先退下吧 父皇 我这马上就要成亲了 再说了 我又不会离开京城 您还有什么不满的呢 你 您都差点把我给带走了 还是您儿媳妇叫的我 难不成您想让我跟您一块死啊 那 你是不满意这婚事 不想叶灵昭当我的王妃 您还真是对这个亲事不满 行 我让她自己来 您亲自与她说 小姐 郡主府不让奴婢们进去 奴婢担心您 我爱 谁动得了我 安姐姐 这是我的二妹 叶灵章 二妹妹 这便是票齐大将军的千金 安姐姐 长得一脸狐媚笑 不知道从哪儿学的下作手段 勾引陈王 尼克夫 他说什么 安姐姐 你别同我这妹妹计较 她一直养在庄子上 没什么教养的 小贱人 我今天必须让她跟我磕头道歉 你这身衣真好看 你给我站住 你居然敢推我 你们 给我抓住她 谁敢 我可是陈王的未婚妻 陈王爱慕的是慢 你就是使用下流手段 选陈王就范 我最看不起的就是你这种人 下流贱我 你们 给我抓住她 快给阿乔姐下跪磕头道歉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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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居然敢打我 他打你又怎么了 我是陈王未来的王妃 你敢让我向你下鼓 你是想期待皇家头上不长 叶灵超 你居然敢打暗前金 你是想害死我们全家吗 是他先对我动手的 平常在家里交纵跋扈就算了 姐姐容你 但在外面 怎么也敢 叶灵超 我绝对她放过你 这是 丹阳郡主到 郡主 这个贱人 居然敢在超级会上闹事 郡主 这是我妹妹叶灵超 平时就刁满 没想到今日也敢惹事 请郡主责返 就是你 坏了曼儿和我皇叔的婚事 听说 叶小姐些是和诸侯也纠缠不心 转头又赖上了陈王 真是好本事 定是用些下作的手段 这身子 恐怕早就不清白了吧 确实 我和陈王抱过 是有点太暧昧了 胡说 陈王不是这样的人 事实如此 你一个村姑 也配得上我皇叔 配我 是陈王高畔 你知道你跟我皇叔的差距吗 你看好了 这个 是宫中御厨亲手做的蜜饯 我皇叔天天吃 你见过吗 赏你了 赶紧趴下吃吧 吃完了 跟我皇叔退婚 不会吧 他不会真的要吃吧 这有什么好奇怪的 那是他一个乡野村妇 这辈子都没见过的御膳 对吗 快点吃吧 快点吃吧 保佑郡主 你 你 来人 给我弄死他 你为什么要打我 不知道 控制不了我自己 你到底是用了什么下做手段 我还不信了 我今天拿不下你 走 今日是超金会 你们在胡闹 周元清 你君他欺负我 皇叔 就是他在我府内以下犯上 什么叫以下犯上 他是你未来的婶婶 什么 他一个粗鲁野蛮的下人 丹阳 你们 都去浅院抄金去 准备了这么多 还是被他躲过去了 你也太没用了 林小姐放心 我还准备了后手 一定让他以后 夹着尾巴做人 你怎么来了 父皇 好像对你有点意见 只要我一提我们的婚事 他的牌位就倒了 他还敢闹脾气 造牌又不能这么嚣张 你放心 等我超安静 跟你去看看 被下药吗 怎么他没有 这一点反应呢 坏了 我去到门房 号外号外 京城贵女竟敢出如此丧心病狂之事 京城贵女竟敢出如此丧心病狂之事 好啊你个扫把星 你要害死你大姐是不是 反了 真是反了你了 叶夫人别动怒嘛 快跟我说说大姐怎么了 你大姐从超级会提前回来了 一回来就不停的洗澡 还说都怪你 不是你害的 那是谁 叶灵昭 我已经成才几天给我折腾出这么多的事情来 在超级会上 居然让自己和叶家丢尽了脸面 超级会上丢人 谁跟你说的 叶灵说的 京城小报上写的 叶家小姐 不是你还能是谁 是你大姐吗 亏你娘和你大姐 念着你的名声护着你 丢人现眼 罚你在家 进足半个月 好好地给我反省反省 我会让夫人 请人来找你学礼 娘 我不活了 不活了 不活了 我现在哪还用脸出去见人 外面的人肯定都在笑话我 哎呀 不会的 不会的 娘已经派人去各家小姐那儿 替你打点过了 他们都懂礼数 不会乱说的 娘 你说这事要是传到四皇子那儿 他会不会嫌弃我呀 你放心 你日后是要做四皇子妃的人 娘怎么可能让这件事情传扬出去 京城小报上只写着叶家小姐 当日去超京会的可不止你一个叶家小姐 那叶灵昭一个乡野村妇 做出这种事情来也不奇怪 娘这就派人去散步 这事是叶家二小姐叶灵昭干的 皇上这是丹阳郡主和京中各家贵女 被先皇抄写的经文 皇上那份没送进来 那又如何 这是那种毫无哑量的人吗 皇上 这先皇在的时候就对丹阳郡主爱护有加 郡主这也是尽心尽力的回报了 各位小姐们也是想着能为您分担一些 这多亏了先皇和皇上您的仁慈啊 丹阳郡主和各位小姐有心了 这些经文都送到先皇的灵位前了 是 禀皇上 陈王到 皇兄 元卿 快请起 今日觐见 所为何事 这陈王妃在抄金会上抄的经文 托于我 给皇兄看看 哦 朕记得十多年前 京中有个书法绝佳的女子 她抄的经文 很受京中勋贵的追捧 只不过后来嫁人了 就失去了灵气 再也写不出这样的字了 对了 她嫁的人就是叶玄朗 是叶玄朗的第一位夫人 这叶玄朗 还有位元配 是啊 这经文 灵动飘逸 行云流水 倒是很像那位女子的手笔 你说 这是陈王妃写的 没错 陈王妃 是叶家的二小姐 正是 所以陈王妃 为什么要将她的经文 单独扯上来 就是为了此事 陈弟 并不清楚 那你去回复陈王妃 告诉她 这事我知道了 是 这经文 抄的也是很用心 就和丹阳郡主的那份 一起放到先皇流月前吧 对了 元香 你这和叶家二小姐 没成婚的 怎么 就见上陈王妃了 顺嘴 好啊 你还敢笑 肯定是你搞得鬼 对不对 说 你怎么害的陈云 我可没害她 而且 这种事情也不好再说 说出来对她的名声吧 那也是你害的 丹阳郡主是叶陈云的朋友 我没带丫鬟 做的又是大姐的马仇 我怎么害她 可陈云说 就是你 那你拿证据出来 通口无凭 你找到证据再说吧 让开 夫人呢 老爷 这小报上写的是不是真的 超经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京城贵女在超经会上当众出宫 这 上面写的是叶家小姐 肯定是叶灵超这个逆女干的好事 凌云跟你说了 超经会上发生了什么事吗 老爷 这毕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 所以我们才没说 没想到 情人传开了呀 这个盖子的孽障 这是要故意 让我叶家在京城出丑啊 看我怎么收拾她 女儿 好消息呀 我们把消息散布出去以后 京城都传遍了 在超经会上出丑的是叶灵超 不仅是我们 安家也在传 真的 这死丫头最会得罪人了 这会吃到苦头了 娘 这叶灵超知道了 不会出去乱说吧 哎呀你放心 这京城贵女都合你熟 她们收咱们的东西 不帮咱们作证 难道还帮那个死丫头作证啊 也是 娘说的对 我都听娘的 小姐 超经会的事情 外面都传成是您了 这对母女 真不要脸 不要什么呢 你剑客 怎么都不梳头碗发呀 什么剑客 把我说的像青楼姑娘一样 再说了 是你夜窗我房间 坐过来 再近一点 我们都是未婚夫妻了 这么见外干嘛 最近外面都带船 你在超经会上出了丑 我已经派人把这些传谣的给抓起来了 并让人去查 到底是谁在传谣 不用查了 是我那继母和他女儿 继母 所以说 你当真是那夜玄狼 原配的女儿 是皇上告诉你 夜玄狼有原配的 你怎么知道 皇上 是看你超经会上的自己 这才讲得起来 说是这多年前 有位经文写的好的女子 皇上还让我代为转告 说他 知道此事 因为我在经文下 社里到别人看不见 却能让人想起回忆的符 不过你放心 这道符 没有任何其他损害 原来如此 不过 这夜玄狼有原配的事 为何别人不知道 因为现在的夜夫人 是我爹偷梁换柱换来的 自从我娘死后 她想让那个爬床的女人 当上正妻 就对外宣称 我是夜家二小姐 其实 我才是夜府名正言顺的敌人 这夜玄狼简直是胆大包天 竟然还能做出这种事 这笔账我之后再跟她算 现在要解决的 是我的继母 那你想怎么做 你知道 我那继母为什么想要我敌掌你的身份吗 因为叶灵云和四皇子那纸婚约上 写的是叶家敌掌你的身份 所以 和我侄子有婚约的人 是你 虽然我看不上你侄子 但是这婚事 我也不想让他们如愿 我怎么帮你 原青 不是朕不想帮你 朕也知道陈王妃是被冤枉的 只是这事 不好搬到台面上说 大家都知道 那天超级会上 只有夜家二小姐 夜家大小姐 这出丑的 不是夜家二小姐 那就是夜家大小姐 夜家大小姐 和四皇子也有婚约 你这不是 让朕难办吗 唉 这父皇先事前 就担心我的婚事 本来 我也是不想 这么早成婚的 是皇兄有意 让我早些成婚 好让父皇安心 这婚还没成啊 陈王妃 就遭此污蔑 这父皇 若是泉下有之 断然也是不安心的呀 诶 朕定会给你和陈王妃 一个公道 也一定会让父皇安心的 你等朕想想 唉 若是皇兄 这执意 做不了抉择 陈帝 也不是不能妥协 只不过 只不过什么 只不过 这夜家二小姐 怕是身败名裂了 那陈帝 就再责一个陈王妃 依陈帝看呢 那灵骂儿就不错呀 什么 我费心力气 怎么又撞回来了 不行 可千万不能让这小子得逞 私婚圣旨以下 君无戏眼 是不能收回的 你放心 朕这就下旨 给你和陈王妃 一个交代 陈帝 谢陛下旨意 客气了 禁闻 市井传言 为夜家之女夜灵昭 超清会上有失体统 经查 皆为不实之词 望陈明 误信流言 亲此 皇上竟然亲自发布告 给夜家二小姐澄清谣言 夜家二小姐 真是好大的拍面 这布告也没有说 不是夜家大小姐 这么说 在朝经会上出手的人 就是夜家大小姐 听说夜家大小姐 可是叫有极好的 连太后都夸她 温婉可人 所以才攀附上的四皇子 没想到 竟然能干出这种事来 我要是她 我就不活了 小姐 娘 娘 凌云 娘 凌云 怎么了这是 我不活了 不活了 皇上竟然亲自下招 给夜灵昭澄清谣言 现在所有人都知道 出手的那个人是我 什么 怎么会这样啊 李管家 你怎么来了 是四皇子 有什么吩咐吗 叶夫人 您就不要再揣着明白 装糊涂了 你女儿的事 现在已经人尽皆知了 这是四皇子 和你女儿的婚书 四皇子让我还给你 今儿这个婚事 就算是退了 我 这 娘 这婚不能退啊 不能退 李管家 我们家灵园 也是迫不得已 四皇子不能因为这事 就把婚给退了呀 笑话 这事已经在京城传遍了 皇室威严 不容侵犯 四皇子 若还许你家女儿 那岂不要永远成为 大家的笑柄吗 黎管家 完了 全完了 明儿 我以后还怎么舍弃啊 哎呦 好造孽呀 作茧次妇 若不是他当初嫁祸于我 也不会当得这么难看 哎呀 没想到 我这还没过门的夫人 竟然这么不好惹 说什么呢 信不信我也来 整着整着你啊 我还忘了件事 嗯 这里的紫妻 为何在消失呢 不妨 这 就是你的儿媳 叶灵昭 可惜了 您走得早了些 不然您可就得大出血了 哎 灵昭 灵昭 你这 你这个自降身份的丫头 你要嫁给周元清 那个臭小子的命格 能扛得住你 还有 当初你要是能早点到 肯定能救我一命 为什么迟了一步 帅 你是不是成心和我过不去 都怪你自己不知道听信的哪个半吊子江湖输出的话 非要用自己的命格去替周元清党扶咒 你 我这也是没办法 而且神僧算道 我们父子 另有机缘 说会有高人救我们 谁知道你会来这么晚 我咽气之后 才看见你身上的天岛之光 你说你 你来这儿 不护住大洲的江山 你当什么破王妃呀 就应该让我那不生气的儿子 挑个风水宝地 给你修个道观 你衣服那么一穿 往那一坐 我大洲的江山不就稳了 你怎么能嫁给元清呢 他从小就是个雕丸泼猴 一天不打就皮痒呀 要是哪天惹到了你 你一生气 拍死了他 可怎么办 雕丸泼猴 雕丸泼猴 这不是我父皇小时候骂我的话吗 我说的是真的 可偏偏神僧说 大洲的国运 维系在他身上 让我护着他 这一护 就让他尾巴翘起来了 无法无天见谁要谁 老头 是不是你啊 你看 我都死了 还对我没大没小 叫我老头 老头 我可告诉你 这话说出口前 好好掂量掂量 这个女子 还敢威胁我 这大洲的国运 怎么就系在他身上了 不过 这大洲的国运 确实是有点奇怪 按理说 祖庙有各位先皇必有 幸运正盛 可我怎么看到 幸运在消散啊 没错 就是这事 所以我着急呀 没办法 只能倒灵牌来提醒他们 想让他们把你带来 可你又迟迟不来 好在现在你来了 你速速与周元清 退婚 然后让皇帝 给你修个道观 封你当个女国师 大洲的事 都听你的 和周元清退婚 退婚 师兄 你快看 师兄 我是不是眼花了 灵牌在动 我可能 也眼花了 先皇师主 得罪了 小僧要来抓你了 请见料 师兄 我抓住灵牌了 先皇听话了 什么先皇听话了 听谁的话 哎呀 小僧见过陈王殿下 王爷 先皇的牌位不扑倒 但是却动起来了 我刚刚才把他抓住 你看见了吗 师父 小师父 你们先出去吧 先皇我来了 你别闹脾气了 你是 什么 林昭 林昭 他是不是在威胁你啊 老头 有本人出来 你活过来跟我说 我可告诉你啊 这婚 是我皇兄赐的 他怎么退婚啊 我这么跟你说吧 我就喜欢叶林昭 哎 我非别的女人不娶 他如果退婚了 你就让我这辈子 当个孤寡老人吧你 他 他这说的是人话吗 赐的婚 怎么不能退 保我 让我给皇帝托梦 我来和皇帝说 我就不信他敢不退婚 叶林昭 叶林昭 你让我和他说 他自己的儿子 他不语来说 与你说做什么 怎么 你起碗怕硬了你 混账 都没搞清楚 就和我鸡尸白脸的 好吧 我要和他说道说道 停停停 你们别吵了 气愿这个事情 你就交给我吧 我会查清的 我和他也没那么快成亲 毕竟他还得给你守孝呢 我 也是 不过 这个小子 最好能安分守己 不然 你就告到他皇兄那儿去 让他皇兄制止他 好 我管着他 不是 他又跟你说什么了 他真是让我退婚 难不成 难不成让我叫你了生意吗 你听听 他这是又说的什么话 大师 你先别走啊 你还没有把我带出去呢 我在这儿带着着急啊 你现在不能出去 你要是现在出去 最后一次生气也会消散呢 你等我再帮你想想办法吧 拜拜 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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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昭 怎么样 他有没有欺负你啊 他 他是不是还让你退婚啊 他没欺负我 他让我们退婚是因为觉得 你配不上我 好你个老头啊 你果然在说我坏话啊你 下次 你把天眼给我打开 我要和他当面理论理论 好好好 我下次一定让你们说少话 走吧 去哪 有大事要办的 有大事要办的